在這樣的一個理念之下 當然會變成下山學校的一個做法 不過有類似一個觀念 我們在台灣常常有所謂學習單 我覺得我們台灣用學習單 跟原來學習單的原意都完全不一樣 所謂學習單就是在原來 當你把所有的學習權 在這種很開放的學校 當你把所有的學習權都還給學生之後 由學生自己來決定 他這個禮拜或者這個月他要學什麼 他自己填 填完了之後去跟老師打企業 就是這個學習單基本上 是學生跟老師的企業單 然後老師看一下你的程度 你的能力 你這個月或者這個禮拜 這兩個禮拜你要學什麼 你去跟學生跟老師打企業 然後老師再根據你的學習單 來安排你的配合你的進度 來安排學習環境 學習教材 這樣來做 可是各位知道 我們學習單在台灣是 老師發給學生的指定作業 等於是Assignment 他根本不是由學生來發動 而是老師來規定 照道理就是說 在這種非常開放 我想再給各位一個概念 也就是說如果按照存在主義的一個理念的話 那跟比較像的教育方式 就是開放教育 所謂的Open Education Open Education好像比較用在美國 我在英國他們也少用這個字 而事實上這樣的一個教育 開放教育簡單的講你也可以說是什麼 幾乎是兒童中心 兒童本位 我們用兒童本位好了 你可以看出來就是說 當我們把所有的學習權還給學生 還給學生之後 當然整個主導權就在學生的身上 也就是說 以這樣的一個理念的教育方式 我們常常會有一個名詞 兒童本位教育 或者是開放教育 當然這也是很大的 你可以說這是很極端的 基本上很極端的 我們課本裡面有所謂自視教育 自視教育知道嗎 所謂自視就好像穿自服一樣 我們台灣的教育 當然在洋人看起來就是自視教育 老師在黑板上研習 然後同學們做相同的事情 這個在洋人看起來很不可思議 事實上我看他們的教育很不可思議 我大概說一下 我剛到英國到他們的教室 帶我兒子去他們教室發現 找不到黑板 找不到黑板了 你看我們教室都有大黑板對不對 找不到黑板 後來發現黑板在一個小角落 而且那個黑板多大呢 就是放在那個 美勞性他們不知道 校外寫在畫架上面 他的黑板只能夠放在畫架上面 老師只是偶爾要寫字的時候 才把那個黑板從地上拿來 放在畫架上面寫幾個字 也就是說所謂的自視教育呢 基本上就像我們現在是自視教育嘛 所有人都做相同的學習 但是呢在他們那邊都不是 所有人呢都是個別化教學 個別化的學習 我大概說一下 比如說他們上數學 他們上數學課啊 不像我們老師演練以後 然後呢 所有人做練習第一題做到B幾題 他們不是的 他們數學老師做很少的演練 公開的演練 然後呢 每一個同學都是做自己的這個學習單 而且那個學習單呢 是一種編繫教學 以編繫教學的理念 也就是說你會做第一題之後 你做第二題只是稍微難一點點 第一題第二題第三題這樣慢慢上去 所以他們的數學課 基本上每個人進度都不同 每個人做自己的學習單 你做第一張 有人做到第三張 有人做到第四張 不過我們中國學生都做很快 很奇怪 我們的數學都比他們 至少那個試則運算 國小階段都試則運算 都比他們快 常常一張做完了還要做第二張 那養人小孩子呢 一張在那邊做不完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說 他們的進度呢 個別化的結果是 每個人進度不一樣 可是每個人做自己的 其實老師只是個別指導 各位要知道就是說 如果按照存在主義 當每一個人 每一個小孩子有不同的學習單的時候 或者說尊重兒童本位的話 那教學法呢 常常必須是什麼呢 個別化教學 所以在我們這個台灣 我們台灣的老師要寫什麼呢 寫教學進度表 在英國的老師要 針對每一個學生呢 寫他們的什麼呢 learning plan 如果你們看那個 英國教育部的那個網站 他們每一個老師要針對每一個學生 寫他的學習計畫 我們台灣只要寫全班的教學進度表 因為在個別化的一個學習 你要針對每一個小孩子呢 來安排他 比如說我看到的那個英語課 英語課就他們的國文課一樣 英語課呢他會根據學生的程度 程度好的同學呢去寫作文 那程度稍微差一點的寫造句 那我兒子一定英語也不會講 他甚至找英國女孩子來教他念 教他念ABC 所以也就是說個別化教學等於是同一個教室 但是呢沒有共同的學習 除了勞作啊那些有共同學習之外 像這些學科呢都是要按照學生的個別的程度 個別的進度來安排 我想這個我當時看了也認住了 因為我雖然教育系畢業 我沒有真正看過這樣 所以在存在主義這樣的一個理想呢 事實上相當難 相當難做到 你如果要真的按照每一個學生主觀的 進度主觀的價值來學的話 那整個教育方式呢就要變成就變成了個別化學習 不過這樣的一個學習也有好處 就是說每一個小孩子呢 他即使跟不上 他每天有他自己的進度 可是在我們台灣的學校不是 我們台灣的這個知識教學最重要的 照道理 一定要什麼 補救教學 可是我們補救教學做的很少 當我們補救教學沒有真的做的時候呢 很多跟不上的同學大概就不完了 對不對 每一門課只要他發現他跟不上 他大概就不完了 這是我想在教學法上沒有哪一個是最好 但是按照存在主義的一個觀點 我們可以就這一段 這一段呢可以說 就是說呢 如果按照存在 完全按照存在主義的理念來辦學的話 那等於是把所有的學習權歸還給小孩 然後這樣的一個學校呢 就是會比較像是下山學校 下山學校 或者是我們所謂的開放教育 或者是兒童本位的一種教學 只要做什麼 优优优 peux Roger